各位小伙伴们就等了 今日我们来讲新终极战队第二第三集 在前面的故事里我们了解到造物主被困住暂时无法逃脱 因此年轻的托尼·史塔克决定继承父亲的意志成为钢铁小子 他与身为毁灭博士的里德救出了被冰封的美国队长 还找到索尔和西服成功让他们自愿加入队伍 托尼决定穿越到六个月前唤醒那些命运被篡改的超级英雄 结果当超级英雄的物品道具被传送回去后 他们不仅没有唤醒多少位超级英雄 还害死了很多人 其中他们唤醒最成功的超级英雄应该是蜘蛛侠比格帕克 最近钢铁小子托尼打算亲自去见一见这位蜘蛛侠 在这之前托尼还找到皮姆与珍妮特成功让他们成为英雄 并成功战胜了前来阻扰他们的英国队长 现如今终极战队算是初步组建起来了 但他们仍旧希望能够找到更多英雄来加入他们 拿好重庆小面 葱油面 油泼面 刀削面 牛肉面 阳春面 淡淡面 扫子面 半凉面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美国队长 被冰封起来的自由象征 当他醒来后发现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变了 于是最近他希望托尼能够帮助他彻底了解历史 想知道在自己被冰封这些年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显然 这些历史内容并不会特别美好 不过至少这朵蘑菇云象征的战争的结束与胜利 美队看见在战争结束之后事情突飞猛进的发生变化 造物主突然出现并开始影响这个世界 特别是影响了美国的历史发展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被影响 例如涂上这一幕 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还有当行星吞噬者降临地球的时候 前去阻止吞噬的人也变成了造物主 后来变种人开始大量出现在地球上 他们高举变种人也是人的牌子游行抗争 后来发生了钢铁侠与红色欧米加的战争 洛克森集团在蛮荒之地建造黑心工厂 惩罚者走在街头对路人的大肆屠杀 以及斯塔克斯坦尼集团制造的军火害死无数人 这一切事情对于美队来说都太震撼了 在他被冰宗沉睡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剧烈 美队花了九天时间看完整整75年的历史 随后托尼询问美队对于现如今的21世纪有什么看法 美队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陷入深深的思考 答案便是这个世界需要被拯救 时间来到美队看完历史的几天后 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前聚集了大量路人 脸上打满马赛克的秘密特工正在监视着周围 但是突然发生巨响 他们接到紧急消息 路人们也发现了危险 并大喊着快逃 那些要剥夺他们自由的人出现了 秘密特工们对着眼前的敌人不断开枪 一位女士被吓坏了 抱着女儿无法逃跑 她十分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人 请求他们不要伤害她的女儿 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其实是终极战队成员 他们只攻击那些为造物主服务的秘密特工 美队安抚女士 让她不用害怕终极战队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白宫里的那个人 这时候小女孩指着美队的头盔大喊 妈妈 她脑袋上的那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美队听了后也没有立即解释字母里的意思 而是对终极战队成员大喊 终极战队集合 是时候去拯救美国了 白宫的屋顶十分轻易就被砸穿一个大堆 终极战队成员冲进去队府里面的特工们 但是在室内战斗显然对领人不是很友好 她的脑袋总是会撞在屋顶上 幸运的是这些特工们并不算难产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白宫的总统办公室 坐在里面的人热情邀请美队进去 而坐在总统办公室内的人 居然是身穿初代钢铁匣装甲的米达斯 他身上的装甲都已经变成了黄金 托尼看见这身马克一装甲立即有些急眼了 因为这是他父亲霍华德·史塔克的第一件作品 米达斯让托尼别着急 史塔克家族的财产早就被充公了 所以他才能想办法搞到这一套装甲 不过奥斯本集团拿到了更多的装甲 但没关系 马克一才是真正的点藏品 美队赶紧站出来按住急躁的托尼 表示千万不要被米达斯的话语影响了 这时候米达斯表示自己在1963年的时候买下了白宫 虽然需要自己把白宫的真正持有者给驱逐出去 米达斯询问美队是否喜欢现如今的白宫 美队表示他一点也不喜欢 米达斯笑着表示没关系 这里是个自由的国家 此时此刻 黄蜂女和蚁人还在不断清理着秘密特工 总统房内 米达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合作伙伴想要彻底抹杀终极战队这些人 但是他不同 他是个追求利益的人 所以他愿意和终极战队做个交易 但是美队严肃地表示他不是来做交易的 他来这里是为了拯救美国的 米达斯听到后笑的花枝乱产 因为所谓的美国可比美队想的要复杂多了 美国还有很多名字 例如中美洲 拉丁美洲诸如此类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国家和文化 他们互相分开又互相产生联系 那么是什么成就了现如今的美国呢 是商业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 把物品转化为资本 米达斯搂住托尼的肩膀 表示钢铁男孩就明白商业和资本这件事 托尼十分不耐烦地推开米达斯让他滚开 米达斯表示 唯有金钱是超越政治和情感的东西 唯有金钱才能够让人类实现最崇高的目标 甚至规矩与秩序本身都是因为金钱而存在的 美队打断米达斯的沉醉演讲表示听命了 他知道米达斯的地下室内有着什么东西 所以要么米达斯打开门让他们进去 否则终极战队就闯进去 米达斯听到后眼神露出浓烈的杀影 下一秒他抬起手一发掌心炮把美队轰飞出去 这场战斗突然就发生了 米达斯怒了 他不断在房间内攻击着钢铁小的托尼 大喊这里的一切都是自己的私人财产 美队知道没有必要继续废话下去 他举起盾牌大喊着让托尼一起闯进地下室内 米达斯蓄了一拳重重砸在美队的盾牌上 并不断自言自语讲述着话 美队独自吸引米达斯的攻击 并让托尼赶紧动手 此时的托尼从胸口处喷射凶猛的能量射线摧毁地面 很快随着轰鸣声响起 地板发生塌险 所有人都失去平衡朝着地下室坠落下去 当然也包括了一脸猛逼的蚁人和黄蜂女 托尼砸落在废墟中 美队已经站起来准备战斗 黄蜂女和蚁人则是衰晕过去还没醒来 而美队立即发现了这里地下室藏着的东西 那便是一台巨大仪器上被束缚着的女士 米达斯表示那是他最喜爱最美丽的女孩 她能够产生可以影响人体的宇宙辐射 米达斯那点是成金的能力便是通过他获得的 他认为这个女孩从未来世界迫降到这里 虽然无法得知她的任何信息 但是没关系 米达斯仍旧通过他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美队大汗蚁人和黄蜂女都晕过去了 只剩下钢铁小子托尼还有足够的战斗力 但托尼表示自己摧毁地板就耗光了能量 话音未落 美队和托尼接连遭到米达斯的攻击 米达斯自言自语表示自己通过研究女孩的衣服 就制造出了可以用于宇宙飞船的材料 研究女孩的血液制造出了可以治疗一切癌症的药 他稀释药物后变成每月一针的终身治疗 而且每一针的价格是一万美金 甚至米达斯还利用女孩释放出来的能量 为这套装甲和两个州宫殿 只见米达斯掐住冲向自己的美队说道 让我展示给你看吧 美国队长 下一秒米达斯一拳把美队打飞出去 而美队仍旧十分倔强地说道 必须拯救美国 米达斯嘲讽道 拯救美国 你甚至不了解这个国家 米达斯一脚接一脚怒踹美队的身体 表示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这些人 其实是海盗与军阀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黄蜂女终于从昏厥中醒来 米达斯表示他并不在乎这样的历史是否有错 因为这就是这片土地的本质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米达斯对着摇摇欲坠站起来的美队说道 是奴隶建造了这个地方 白宫的草坪上的男女在被买卖 建立美国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他达到了目的 我们去除掉苦难的东西 只保留了有利可图的东西 这时候美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说道 自由 美国 只见米达斯轻松把美队拍倒说道 我们给予了他们物资与富足的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紧接着米达斯高举双全大喊道 美利坚河众国已死 北美联盟与附属地区万岁 就在这时候黄蜂女臭骂米达斯一顿 表示她穿一身的黄金真的太难他了 随后她一发电磁光束打在束缚女孩的巨大仪器上 这一瞬间巨大仪器开始失控并不断发生爆炸 仪器开始处于随时都将崩坏的边缘 米达斯见状十分崩溃的大喊 不要 这一刻托尼冲上去攻击米达斯 随后发现仪器损坏后米达斯也失去了动力源 紧接着美队和黄蜂女以及托尼持续攻击无法还手的米达斯 米达斯大喊道 你们不许抢走她 她是我的 我爱她 紧接着美队把盾牌用力敲击在米达斯的装甲脖子上 随后米达斯直直倒在了地上无法动弹 美队说道 你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美队这一招直接敲断了米达斯的脖子骨头 这还得多亏米达斯把马克伊的金属变成黄金 米达斯最后挣扎着说道 你不能带走她 这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带走她会导致两个州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电力 医院机场公共交通都会因为停电而停止运转 你们会害死至少上千个人 你们拯救了美国 那么谁来拯救她的子民 米达斯大声嘲笑着美队终于明白 她可是米达斯 触碰到的一切都会变成金子 她永远都能从中获得利益 随后美队救出了被困在一起中的女孩 美队安抚女孩表示 她所遭遇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并且询问女孩子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紧接着美队抱着女孩与队友们缓缓离开白宫 而被拯救的女孩虚弱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阿美利卡 此时距离一切的发生还剩16个月 这里是太平洋伽马炸弹试验场 布鲁斯班纳正式在这里变成了好客 原本这里是风景宜人环境优美的地方 直到某一天那朵巨大的绿色蘑菇云随着爆炸声一起出现 太平洋岛屿上的原住民们都亲眼看见了这一切 随后便是爆炸后产生的加码辐射冲击波起来 绿色的伽马辐射尘埃在爆炸后落在整个岛屿上 人们十分好奇地伸出触摸着这碗如雪花一般的辐射尘埃 他们感到疑惑 感到好奇 唯独没有察觉到危险 直到他们的肤色都被染成加码辐射的绿色 这是一份机密文件 记载了这场实验发生的一切 被辐射影响后原住民与岛屿上的一切洞植物都发生了一点 时间来到现在 两条三嫂正在呼噩 就在这时候一道雷霆披落在三嫂的身上 是索尔带着托尼和西服来到这座岛上 他们一降落立即察觉到这里的伽马辐射指数报道 托尼捡起不小心压死的三嫂爪子 表示这里的蜥蜴体型超乎意料的大 而索尔和西服则是发现了更大的东西 托尼抬起头看过去 发现是一头超级巨大的蜥蜴 体型可以说比霸王龙还要巨大许多倍 托尼觉得这不合理啊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蜥蜴 索尔和西服做好战斗准备 他们在对付巨蛇和怪物这件事上很有一套 短短一分钟后索尔和西服就成功击杀了这头巨大的蜥蜴 托尼很震惊 也没必要杀了这头蜥蜴吧 索尔和西服表示自己还杀过吞噬宇宙的巨蛇 托尼步行在这个奇怪的森林当中 发现这里的生物都和常识中的羽众不同 例如说体积超级巨大的球形狗蜴草 还有体型巨大很具有攻击力的大螃蟹 这些动植物都是在数十年的伽马辐射中进化而来的 但是下一秒西服拔剑斩杀这只巨大螃蟹 很显然它不是很喜欢这里的生物 托尼让西服和索尔别再杀害这里的生物 指不定这种生物进化而来就只有一只了 但是索尔察觉到这里的一切都很不对劲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蝴蝶突然被一只大手抓住 然后被丢进那不满獠牙的恐怖大嘴中 托尼表示这座岛屿不存在于地图上 甚至不允许任何人通过任何方式靠近这座岛屿 这意味着那个人肯定是在这里带生的 西服询问托尼在说什么人 托尼表示是最强壮的那个 他肯定在隐藏这座岛屿上的什么东西 这还是一份机密文件 第二份也是最后一份 记录这份文件的是岛上陷入绝望的研究人员 他发现自己原来驻岛的科研人员全都是这个计划的棄子 在无人支援的情况下他活下来了 并发生了一遍 此时的托尼还在和索尔西服探索这座诡异的岛屿 突然一只巨大的怪物脚掌狠狠把索尔踩进土地 托尼也瞬间被怪物的拳头打飞出去 还有西服也被怪物手掌一拍直接吹飞 虽然这个怪物的袭击十分突然且吓人 但是西服和索尔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唯独托尼被吓到看着眼前的怪物不断骂脏话 因为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体型巨大的人形怪物 他全身绿色并且皮肤不满坚硬的脚质层 但是很可惜 这个怪物并非是托尼要寻找人 就在这时候怪物大声咆哮着朝索尔冲过去 索尔直接托制出雷神之锤 但是这个怪物居然可以单手挡下雷神之锤的攻击 并且一拳就将索尔打飞出去 西服冲上去对着怪物连续出刀劈砍 但是不管造成多少伤害都会瞬间自如 随后西服也被这个怪物一拳砸飞出去 托尼不断对这个怪物发射能量炮攻击 但是能量炮的威力对他来说就如同老养 索尔见状有些弄弄 他快速转动锤子并召唤雷神 然后瞬间挥动锤子将这个怪物砸飞出去 紧接着索尔牵动雷霆冲天而降 准备杀死这个怪物 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响起声音 锤下流人 只见一个体型极其壮硕的女浩克冲了出来 她叫莱乔丽 是这座岛屿一切事物的保护者 莱乔丽表示他们现在是入侵者 必须立即停手 索尔看着眼前强壮的莱乔丽觉得她很漂亮 而托尼则是立即冲出去大海停战 她要和莱乔丽谈一谈 但莱乔丽没有理会托尼 而是让她安静一回 只见莱乔丽抱起倒在地上的伽马怪物唱起歌谣 然后这个伽马怪物的体型开始逐渐变小 最终这个伽马怪物居然变成一个小婴儿 看见这一幕的索尔和托尼都吓坏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莱乔丽表示当年她还是一个小女孩 一群穿着军装的人上岛 然后宣布看中这个岛屿 他们要在这个岛屿上修建研究所进行伽马炸弹实验 同时也会为岛民们建造房子提供物资之类的回报 直到伽马炸弹实验成功后 他们就会撤退 并且会清理干净他们残留的各种东西来恢复小岛 莱乔丽扭头看着托尼等人说道 那个叫班纳博士的人如此哄天我们去信任她 莱乔丽表示岛民们全都拒绝了班纳博士的要求 但他们还是投下了炸弹 留下岛民生活在辐射尘埃中 托尼听完这一出悲剧事件后 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十分惊喜地认为 全岛人都像莱乔丽一样成为了浩克 那浩克大军集合起来 岂不是一股能推翻世界的强大力量 莱乔丽看着托尼意味深长地说道 像我一样的人 我带你去亲眼看看吧 很快他们来到了村庄 见到了所谓的浩克大军 他们外形诡异扭曲 甚至看起来根本就看不出人形 看见这一幕的托尼和索尔西弗 全都陷入了沉默 眼前这个只有少许肌肉的 诡异生物叫塔拉 轻微如风一般的触碰 都能让他感受到痛苦 活着就很痛苦 更别提握着枪去战斗了 还有这个男人 他无法说话更无法进食 他应该是迷失在了 自己那硕大的脑袋里 难道要指望一个植物人 上战场战斗吗 还有他怀里的亚伯兰 他只是个小婴儿 但是当他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变身成为伽玛怪物 然后愤怒的他亲手 杀了自己的妈妈 可是每个人都知道 亚伯兰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他根本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 等他长大懂事了 他又该怎么办呢 莱乔丽表示这里的所有人 还是算运气好的 因为他们起码活了下来 虽然变成了这种模样 这座岛屿的一切 都在辐射中发生了一遍 这导致他们甚至不敢诞下孩子 这座岛屿上的每个人 都需要靠椰子汁水存活 但是现如今变异的椰子 甚至会烧伤他们的喉咙 现如今他们到底该靠喝什么来存活呢 莱乔丽认真地看着托尼他们说出了这一切 托尼听完后立即向莱乔丽道歉 他刚才的话语的确很冷漠也很冒犯 但是托尼觉得莱乔丽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布鲁斯班纳经过许多年的控制 才得到这股力量 可是莱乔丽看起来和班纳一样聪明强壮 莱乔丽难过地表示托尼说得对 大多数人经受辐射后会死去或者变异 但也会有少数人因此而变得强大 可是这一切毫无意义 毫无正义可言 托尼表示终极战队就是为了正义而战的一群人 却不料莱乔丽表示他知道终极战队 没想到吧 这座岛还是有电视机的 因此托尼很直接了当地说道 我们需要你加入这场战争 莱乔丽很担忧地说道 我们已经在别人的战争中吃尽了苦 索尔和西服认真地看着莱乔丽说道 这是一场属于所有人的战争 而你的战争则是更多 托尼甚至提出要帮助莱乔丽的族人搬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莱乔丽表示他们是绝不会搬离自己的家园的 就算这块土地在杀死他们 但他们也不会放弃这里 而且班纳是不可能同意他们离开的 托尼看见无论自己怎么劝说莱乔丽都不愿意答应 他质问莱乔丽难道不因为班纳所做的这件事感到愤怒吗 而提到愤怒 莱乔丽回想起了过去 当初年幼的他看着无数亲人因为加码辐射而死去 缓慢且痛苦 充满着愤怒的变异 这种场景他见过几百次了 他甚至见过自己的妈妈身上长出肮脏大嘴和獠牙 看着爸爸长出羽毛企图逃到天上去 每天都有人变异成新的模样死去 尽管都有人陪伴在身边不曾离开 但他们仍旧以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方式孤独死去 莱乔丽黑着脸看着托尼说道 愤怒吗 我们生来就活在遍布创移的世界的肚子里 你无法想象我的愤怒 我们的精力令人感到憎恶 但我不会允许你利用我们的愤怒 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被利用 只见莱乔丽低下头看着托尼说道 你想要我的力量 你想要我的愤怒 那你就得付出代价 托尼明白这是要做交易 担忧地说道 我已经不像我爸那么有钱有资源了 莱乔丽没有理会直接说道 修复我们的岛屿 让它像炸弹爆炸钱一样 如果你为我们这么做 那我会向你展示我的力量 托尼一听立即开始在脑海中计算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毕竟在班纳眼皮子底下修复一座被严重污染岛屿还是很困难 但莱乔丽说道 这就是我的要求 修复好这座岛屿 这时候西服对托尼说道 你从一开始就说你想改变世界 不是吗 这一刻托尼彻底想通了 改变世界 可以从改变这里开始 于是托尼和莱乔丽握手 正是答应他的要求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这一切都被人监视着 而监视着这一切的人正是浩克布鲁斯班纳 他绝不允许终极战队和他的实验小岛联合起来 因此他决定集合不朽武器 处理掉这个惹他生气的终极战队 下期终极战队 李德版杜努可能在线神器四下能力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本期视频 请一定要点赞评论打赏和关注这个账号 有不同的想法都可以发在评论区 或者在弹幕中一起讨论 你的每一个点赞关注评论 都是我前进的动作 在评论区写下菜品 就有可能出现在下期视频的报菜名领 那么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